在香港 这个营商环境竞争激烈的城市里面 有不少的机构 又或者是中小企业 为了宣传自己的品牌 都会在公众地方派发礼物 不过进行这些活动之前 有些事情一定要注意清楚 阿保?找我有什么事 等等 跟我来吧 阿保,你刚刚好像在拍公司卡片 先出去再说吧 你派利试吗 不是,你还没结婚 派什么利试 你拿一封,打开它来看看 一晚? 那些字很噁心,是你写的吗 上个星期开会 老实叫我们计算吧 是呀 你打算派这些利试做宣传 没错 首先那些人一拿到这封利试 一打开就看到那张一万日卡纸 先拿了个好意头 再看到我们肩投资公司的卡片 就自然联想到赚钱 那就会找我们帮忙的了 是不是很棒 也是的 不过你想想在哪里派呢 我没想过是在街派 我不想像那些免费宣传单账 或者小礼物那样随街派 不是,太没新意了 那你打算怎样 我想那些利试从天移缸 从天移缸 你真的打算在那里扔一些利试 当然了,你想想 那些人逛逛逛街 看到那些利试从天移缸 好,挺开心的 但是,阿宝 这样好像不太好 怕什么 现在最重要是宣传效果 我们做到一个宣传效果的话 现在老板前面会升我姐 加你身 怕什么,拿着吧 定了 等一会 你倆知不知道這樣做 可能會觸犯法例嗎 還有可能發生以下的情況 這是甚麼 這麼多人下來的 對呀 這麼多人都灑下來的 那怎麼辦 當然要去收拾 真的要去收拾嗎 是呀 快點去吧 好呀 好呀 老爺 你沒事吧 老爺 我…沒事 你現在碰到人了 你也不用說對不起 喂 你碰到人了 你也不用說對不起 你不要掛著收拾 你…你知不知道碰到人了 現在碰到人了 喂…你做甚麼 收拾泥士 外面有很多 外面有很多 為甚麼你不收拾 我是喜歡這封 我是要這封 你拿回來 我不拿 不拿 我是不拿 你幹甚麼動我 我動就動你 動我 在公眾地方免費派發禮物是沒問題的 不過事前就要做足準備和安排了 例如是查證一下 派發的地方是公眾地方 私人地方 行人路 馬路還是私家路 亦都要確認一下活動的性質 如果是牽涉娛樂表現的話 就要向相關的機構作出查詢和申請 另外主辦單位亦都要確保有足夠的人手 去維持秩序 避免造成公眾混亂 例如可以要求參加者排隊輪候 如果主辦單位 舉行活動的目的是故意挖眾取寵 不理後果 任意妄為甚至影響到社會安寧 就有機會觸犯法例 所以大家進行這些活動之前 一定要小心留意清楚